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铭记历史 感怀先烈 年过七旬的退伍老兵 多年坚持搜寻整理英烈资料 是什么样的信念 支持他走遍大江南北 让英雄魂归故里 复仇者联盟第四部强势来袭 法院也借力抓老赖 电影中的超级英雄 真的能走进现实 参与好莱坞科幻大片特效制作 本土科幻作品表现上家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中国电影特效已经崛起 梳理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声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欢迎收看今天卫视新闻杂志 节目今晚 我是林爽 今天是2019年4月26号 星期五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与我们保持互动 节目开始 一起来收听一下 继续关注壮丽七十年系列报道 红旗村位于沿边州安图县湾堡镇 比邻通往长白山的明长公路 守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加上中国朝鲜族第一村的金字招牌 红旗村大力发展民俗旅游 一时风光无限 然而2010年的一场洪水 让这里的旅游设施受到重创 洪水过后 红旗村如何重振旗鼓 步入新时代 红旗村又有哪些新变化 继续来看本台记者的敦店报道 迎着渺渺吹烟 红旗村的一天到来得特别早 村口这家江南饭店 营业十年了 一早 李春花夫妇就到万宝镇 购买新鲜食材 无论多忙 这件事雷达不动 所有的菜 还是我自己采购 还是最有信心 别的不说 咱们得对客人负责任 2010年洪水过后 受灾的红旗村一片狼藉 李春花却做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决定 从70公里以外的 二道白河镇 来到红旗村开店 同样眼光独到的 还有温州商人陈绍科 经过一番考察 他一次性投入867万元 支持红旗村在后重建 维修百年老宅 新建饭店和演艺大厅等基础设施 国家对乡村旅游的扶持政策 给了他敢想敢干的底气 超想着这个民族非常善良 非常勤劳 也非常尖锐 在遇到了一些任何困难的时候 不服输 我们起义也是跟老百姓的一起 以这种精神 完了我们把红旗村给他们建设好 青砖黑瓦 飞翅眼角 一个崭新的红旗村 再次出现在明长公路旁 招商引资 市场化运作 2011年恢复旅游接待后 红旗村当年接待游客数 是17万5千人 金顺子擅长朝鲜族传统美食 而现在学习到他制作辣白菜手艺的 不只是他两个女儿 随着时代的发展 长白山大交通格局发生了变化 一直靠乡村游发展的顺风顺水的 红旗村又遇到了新挑战 正在修的盐浦高速 可能从盐济到长白山 直接通过高速公路 正在修建的敦白高铁 那么直接就从长春或沈阳通过高铁 直接可以到长白山 那么这两条新建的线路 都可以避开这个红旗村 如何将危机变成商机 安徒县的设想是把红旗村 纳入到全域旅游的重要中心节点 从长白山一直到红旗村 这中间还有三个四亿级景区 我们也正在提升 串点呈现 把游客让它差异化的体验 一直吸引到红旗村来 除了旅游业 红旗村抓住国家扶贫开发 和东西不协作的机遇 发展稻田实地公园 采摘基地等特色产业项目 2018年 村人均纯收入超过14000元 尤其这几年厕所革命之后 家家都有室内卫生间 能再加起热水澡 客人来住更方便了 离开安徒十年的金桂花 每年都会回来跟村里人聊聊 看看村里的变化 今天他也换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 带着村里的阿嬷们 玩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 我敲鼓 完了呢 你们在传红绳子 传到哪 谁就开始讲 对这个红旗村 中国朝鲜的第一村 这么多年的变化 好不好 好 我觉得什么都变了 人也变美了 村子也变富裕了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 我家还有来自柬埔寨 巴基斯坦 这些外国客人来住 我希望以后越来越多 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 回到咱们红旗村 让红旗村越来越红 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绿水青山的映尘下 红旗村独具朝鲜族特色的民居 看起来古色古香 红旗村人制作的各色美食 让人唇齿留香 中国朝鲜族第一村的名号 让红旗村声名远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红旗村一直在发展 在变化 但不变的是朝鲜族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努力奋斗的精神 家乡的发展 需要执着的精神和代代传承 而我们要铭记历史 感怀先烈 同样需要执着的追寻 和代代相传 同样是在延边州安徒县 72岁的金万春 从退休之后 就一直在坚持一件事 从中国各地搜寻整理 吉林演编辑英烈资料 编辑成册 在他心里 让这些在他乡牺牲的 英烈魂归故里 把红旗传下去 是一份历史责任 金万春曾经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40集团军从军30多年 参与过唐山大地震等 救灾抢险任务 退伍后 曾任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安徒县武装部长 安徒县政协副主席 安徒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吉林延边是中国革命老区 当地曾经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后 还有大量的延边级战士 担负起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的作战任务 最好的办法就是留下给孩子留下历史资料 这样的话你带来孩子们把讲讲书的故事 说到历史的故事 这就是历史 这么一代一代把我们的红旗传下去 这我们老同志的历史责任吧 从吉林长白山到海南五指山 从松花江畔到柏阳湖边 吉万春随身携带一台小型复印机 在中国各地档案馆 陵园等地 收集延边级英列的信息 复印下来的每一页纸 都是英列们鲜活的过去 自2008年至今 吉万春搜寻到1600余名延边级英列档案 整理相关事迹16000多页 据吉万春考据 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 参军参战的延边级军人 总计有五万一千余人 有详细记录的新生英列 3860余名 虽然已经年过七旬 如今每天早上八点 吉万春依然会准时坐在办公桌前 整理他搜寻到的英列资料 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 摆放着承达的历史资料和列事证书 让吉万春欣慰的是 他的搜寻整理工作 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12年间 安徒县官方为老人提供了不少资金 和人力上的帮助 一些英列资料也被编撰成书 吉万春在全国各地寻到的 延边集英列 均在安徒县官方的支持下 迁进了当地的烈士陵园 这边毛发建设的 这个革命烈士纪念馆 还有安徒县的一个革命传统纪念馆 等这些众多的这些纪念馆 我们会整合起来 作为一种传扬安徒红色文化的 一个旅游线路 这样供这个外界 对安徒对延边这个抗战历史 这个红色历史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蓬勃振兴的中国朝鲜族第一村 名叫红旗村 在金万春老人心中 也有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 想要代代传承 只有不忘先辈的牺牲 如今的发展才有根有本 感谢这个温暖的巧合 也愿我们心中红旗不倒 世代相传 换个话题 我们继续说天下 临近周末我们来聊聊电影 在这个时候提到电影 关注电影市场的影迷朋友们 肯定要吐槽了 又来说复联四了吧 我们都听腻了 您别急 今天我们不说票房 不说历史 甚至都不剧透 咱们来看看一部电影的热映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花剧 24号凌晨 浙江里水市一家影院剧目厅 复仇者联盟4的手印厂 作物虚席 片前广告过后 观影者看到了一个特殊的彩蛋 联都区法院 关于欠债未履行后果的快展短片 以及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 其实浙江的这家法院 通过院线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已有一年 同时还通过LED显示屏 楼宇电视晒老赖 目前已经有80多人履行了执行议 这电影里的超级英雄还没登场 就能帮法院抓老赖了 可谓神勇 更让人惊讶的还在后面 据预测 这些原本只存在于幻想中的超级英雄 有希望走进现实生活 美国媒体表示 流行于影视和漫画书中的超级英雄 如今成为了军事研究人员的灵感源泉 比如这款灵感来自钢铁侠的喷气背包 已经被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列入议事日程 还有最受关注的美国军方战术突击轻型作战服 据说这个项目可以和钢铁侠的铠甲相提并论 另外 美国军方正在试验的粘性泡沫和珠网技术 则是直接脱胎于蜘蛛侠的超能力 当然 漫威系列并非唯一提供灵感的电影 以色列一家公司推出的亚古战斗机动车 形态就跟蝙蝠侠的战车极为相似 分析人士认为 虽然许多产品仍处在研发阶段 但技术实际上已经跟上了想象 超级英雄走进现实并不遥远 的确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也是现实中演员塑造的 脱下盔甲 放下战斧 收起盾牌 他们就回到了和平的地球 当地时间4月23号 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TCL中国影院 漫威系列影片 复仇者联盟制片人凯文费奇 雷神的扮演者 克里斯 海姆斯沃斯 美国队长克里斯艾文斯 钢铁侠 小罗伯特唐尼 黑寡妇斯嘉丽约翰逊 绿巨人 马克卢法洛 鹰眼 吉瑞米雷娜 都留下了自己的手印 10年 22段视频 这就是一个巨大文化 这就是《英雄》 和《英雄》 而今天能够 在这美丽的电影 我对我 一直是那种 《英雄》的《英雄》 你已经成功了 这一刻 是非常可爱 非常特别 影片热映 票房火爆 演员得到认可 这的确是衡量 电影质量的重要标准 但影片好坏 更直接的评价 却是影迷的反应 在《复联4》的首映剧场里 一名浙江宁波的女孩 用哭尽急救式的方式 给电影的高品质 提供了最好助脚 这名21岁的女孩 在开完《复联4》后 突发胸闷气粗 手指抽筋 被送往120急救 医生诊断 她是因为观影时 哭得太伤心 一直大口喘气 造成了通气过度 导致体内二氧化碳浓度下降 才会出现胸闷 呼吸困难 全身发麻 手足痙攣的症状 在情绪放松 减少换气频率之后 女孩的症状得到了缓解 从文化角度看 《复联4》终结了一段 持续11年的情怀 预计能超越 泰坦尼克号 创下史上 票房亚军的佳季 从经济层面看 仅在中国 《复联4》就有望 收割近50亿人民币 而从社会现象看 一部电影 撬动了社会生活 方方面面的神经 《复联4》不仅仅代表了 一部系列电影的完结 它或许还将开启 许多领域的新探索 其实谈论《复联4》的话题 还有一个角度不能忽略 那就是电影特效 有影迷略带夸张的评价说 《复联4》结尾大战的特效场面 是《复联3》的50倍 抛开尚未揭开面纱的 《安凡达2》不谈 《复联4》应该可以代表 当下世界级的电影特效水平 前不久有业内人士 公布了参与制作 《复联4》电影的 12家特效公司 其中我们也看到了 中国特效公司 数字王国的身影 在联系前段时间 国产科幻作品 《流浪地球》的上加表现 我们是否可以做出 这样的结论 中国电影特效已经崛起了呢 一说到科幻电影 很多影迷脑中会浮现的是 《星球大战》 《变形金刚》 阿凡达等经典好莱坞大天 这些影片 基于影视特效技术 实现奇幻的画面 场面恢弘 效果震撼 影视特效技术 以高端科技为依托 颠覆了惯常视觉体验 开辟了科幻电影的 神奇世界 如今 中国电影 正依托本土的特效团队 在科幻电影领域 展露头角 罗秋林是一家特效制作公司的 CG总监 他所在的团队曾参与西游记女儿国 一出好戏 流浪地球等电影的特效制作 自《流浪地球》上映以来 跳坊口碑双丰收 有评论赞誉气为中国第一部硬科幻 《流浪地球》全片共2003个特效镜头 影片画面宏大壮观 细腻真实 效果震撼 动画特技功不可没 从幻坑一直往上面拉 拉到行星发动机 再拉到整个宇宙 那是一个55秒的长镜头 从一个车的局部到整个地球展现出来 包括整个看到空间站 这个镜头 那个是巨大的一个产量的渲染 我确实非常骄傲 就是我们的特效镜头 总75%是我们国内的团队完成的 CG全称为CG影视动画 是借助计算机来制作动画的技术 通常需要前期美术层面的概念设计 用3D软件制作模型 最后合成制作的复杂过程 中国特效技术发展较晚 但目前正值迅猛成长 团队也在不断壮大 从大的流程 就是我们的流程应该差不多 就是该有的环节我们必须得有 我们这个公司在国内 可能算是体量比较大的 跟国外比 可能算一个中小型的团队 跟中小型团队比的话 可能各有优缺点 就是国外的稍微小型一点的公司 他们会自己有自己擅长的某一方面 比如说是某家公司它擅长角色 另外一家公司它擅长场景 还有一些公司它擅长特效 然后到国内我们的公司 得全方位都得发展 全方位发展是否就意味着 大而全 全而不敬呢 带着这样的困惑 记者进入了电影特效的另外一个领域 实体特效 与完全依赖计算机设计不同 在这里特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虽然实体特效只是电影特效 整体概念的一个分支 但中国特效团队 却在这里找到了 后发先制的突破口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电影实体特效工作室 这家工作室擅长特效化妆 特效道具 微缩景观 机械仿生道具 大型灾难装置等实体特效 实体特效是可触摸真实存在的特效 特效更为真实细腻 流程也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 比如说去年的侏落机世界二 它里面还是像最早的侏落机一样 依然会做很多真的恐龙 那之前的恐龙都是真的一比一做出来 然后用机械去各种动作 那现在呢 就是那些大量在动的 就是电脑在做 然后呢 与演员接触 比如有一个恐龙被那个霸王龙咬了之后呢 它就藏在草原上 那个男主在摸它的头 那些就是真的实体特效做了 它的好处是吗 你可以对着拍特写 拍特写 因为它的光影是不会穿包的 演员去摸呢 也会有表演 那我很清楚它现在的感情 这个恐龙是可以有感情的 近几年 随着中国影视行业的发展 中国实体特效行业进入快车道 从捉妖记里的小妖王湖八 到流浪地球里的运车 中国实体特效团队在探索属于自己的路径 而在王科看来 随着新兴技术的运用 中国在实体特效部分开始表现出后发优势 我们国内实体特效其实和国外的技术其实差不多的 因为这个在很多年前国外也不太进步了 就大家的材料应用基本就差不多了 然后反而是国内的成长很迅速 因为这个材料成本的便宜 人工成本的便宜 导致比如说新兴的技术3G打印了 然后3C这些工艺很快地可以普及起来 所以我们的进步速度是蛮快的 虽说在实体特效这样的分支领域 中国团队与国际水平差距不大 但是从整体上看 技术层面不足 想象力缺失 始终让中国科幻电影饱受诟病 如何彻底打破五毛特效的困局 还需要更深层面的进步 速度更快地追赶 据业界人士介绍 在CG特效技术和实体特效 都有长足发展 尤其在大环境 大气氛 坍塌破碎等特效镜头技术方面 国内水平与国外越来越接近 但特效依然难以和好莱坞比肩 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其实在其他很多的方面 譬如说生物特效 比如说大自然环境的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种实际对行 我们还是非常不成熟的 徐建表示 好莱坞电影成熟 不仅因为优秀的试效技术 也有工业化标准和流程规范 其实国内也有许多优秀的试效团队 不仅技术手段在进步 团队在执行管理上 也加强了规范意识 带动国内电影发展 因为试效材的发展是包含在整个电影工业化的这个进程里面的 那中国的电影工业化呢 其实在刚刚起步 那这个阶段一定是要大量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 先进的经验 先进的管理方式 先进的流程 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在国外的这些成熟的制作公司 或者能够一起去结合 去学习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必然要做的事情 《流浪地球》的成功 让被诟病已久的中国视觉特效 百时一扫前耻 扬眉吐气 然而特效的进步 能否助推中国科幻电影走得更远 目前 中国的特效主要集中在玄幻 魔幻剧 这些剧种 与展现科学技术的硬科幻 还有很大区别 而遵循好莱坞的套路 并非是明智之举 以中国文化为核心 高质量的特效为支撑 两相结合 才能走出一条长远之路 我们理解的科幻 和他理解的科幻是不一样的 我们理解的一个外星人 我们理解的孙悟空 和他理解的孙悟空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内的特效 其实优势其实也是在这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成长 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 电影为根 科幻为之 开出什么样的花 最终比拼的 还是一个国家科技 与文化的软实力 周末来临 明天的电影院里 又将是一派超级英雄 拯救地球的欢快场景 如果您也想去观影 那不妨稍稍留意 其中特技 特效技术的水平 文化传播的技巧 或者对社会问题的启发 电影文化需要大众参与 也许思考的人多了 中国电影的发展 会更理性 更健康 好 下面我们进入资讯时间 来360度 秒读天下 据国防部昨天发布的消息 055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南昌舰 已经完成建造 和大部分海事工作 即将加入人民海军序列 南昌号弦号101 曾经为安山舰使用 国家卫健委昨天表示 2018年 国家对进口抗癌药 实行零关税 开展抗癌药省级专项采购 共有1714个药品降价 平均降幅10% 所有省市已全部实现 挂榜采购和医保支付 保障癌症患者拥药需求 从4月至10月 我省将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 重点检查商场市场 多合一场所 劳动密集型企业 公共娱乐场所 群租房 施工工地 毅然医报单位等 十类重点场所 发现在自查排查中 弄虚作假 或存在突出风险隐患的 将依法从严从重惩处 对亡人和造成 重大社会影响的火灾 逐起组织检查 要依法严惩 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 对严重失信 隐患九托不改的单位 及其负责人 纳入消防安全失信黑名单 实施联合惩戒 国际方面 关注巴黎圣母院火灾调查 据法国媒体24号报道 调查人员发现 巴黎圣母院的火灾报警器 在当地时间15号8点20分 发出第一次警报 但负责查看火情的人员 找错了地方 是一次人为失误 此外 调查人员在现场 发现了7个烟头 但还没有证据证明 其为火灾源头 世界卫生组织 近日发布一份 新健康指南 建议5岁以下的幼儿 每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 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而1岁以下的婴儿 则最好完全不要看屏幕 这份指南还说 1到4岁的幼儿 一天中进行各种 身体活动的时间 应该不少于3个小时 时光匆匆 往事如风 在夹缝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今天上午 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开幕式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主席 在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说 从亚欧大陆到非洲 美洲 大洋洲 共建一带一路 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 为国际贸易和投资 搭建了新平台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拓展了新实践 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 做出了新贡献 成为共同的基于之路 繁荣之路 事实证明 共建一带一路 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 提供了新机遇 也为开放开辟了新天地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我经常能从患者的眼睛里面 看到他们对光明的渴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开放开辞联合 开放开辞联合 因为这些人的状态 是严肯的 所以我喜欢你 正在现在 正在现在 正在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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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甘甜的清水送到吉布提 满足了80%人饮水需要的时候 从来没喝过纯净水的老百姓 欢欣鼓舞的跳跃 如果没有长期扎根 命运工农体的思想 没有人会把朋友 一直相待和相处到今天 他们的喜悦 笑容和畸形 就是给我们中国建设者的 最大的肯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消枉多了 感情深了 心与心才能贴得更近 我们非常感谢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之下 越来越多的中资去到马来西亚 然后为我们引进了非常多的先进技术 中国在边缅连修建铁路 这个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进步 所以这很奇妙 我认为《一带一路》《一路》 也有证明了 你能够是一样的 但是你能够成为链成功 你能够有出来的成果 你能够输入生命的生命 我认为这就是 一边 一边的探索 一带一路上 coaster 是如此威慰的 这么多变连比较出色 在了很多巡小的世界 中国将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 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的阳光 抚照世界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最后提醒您周末虽然要放松一下 但是不要放纵食量 四月不减肥 五月涂伤杯 赶紧回忆一下学生时代的第八套广播体操 这回有动作舒展优美的白鹤老师领操 不要偷懒 想减肥的走起 三 四 五 六 筋停伸展运动 预备 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过胸运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踢腿运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